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呢 就是当时候高欢宁发出来的 高先生 你好 你那个话筒要 调整一下 把你的光辉形象基本展示在读者观众面前 对 好像还要少一条一下子 现在你的头部在屏幕上 现在怎么样 这个太近了好像 现在好一点 反正你的光辉形象已经可以了 但是不是那么完美 就是高欢宁先生就是说 有人说我是被高欢宁领导的 因为他是曾经跟胡锦涛同过事 跟另一句话是一个支部 所以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和传说有时候 苦笑不得 但是高欢宁先生确确实实是在团整一下工作过 因为他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很有名 发了一本大学生杂志 诗人 虽然他的诗位已经慢慢忘记了 甚至可能有没有看过诗也不知道 反正诗人这个词 这个名号我们一时记得很清楚 当然更重要的是后来都在团整一样 所以他在团整一样工作了一段时间 原来他在团整一样的了解 理解应该比我们比较深刻一些 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是调侃你一下 你这个对我大家吹捧呢 肯定后面有包藏祸心 哈哈哈哈 你了解我的思维习惯 先捧你一下 然后打你一下 其实我今天没有准备打 我只是问一下你今天看到 最近几年 你跟团整一样的老同事 我所知道也有一些接触 你们有一些讨论 习近平上台以后 共争团到底产生哪一些变化 像今天有一条消息 共争团以后不能这么回来了 你整个班 一个集体 达到一个年就全不是团圆 未来也要像预党一样的 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 有人就说要把共争团精英化 你有什么样的感慨想法 这个 毛泽东有一句话 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是共争团 我看的话 现在已经是下午六七点钟的太阳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落山 但是已经是西洋西下 我以前看到明镜月刊 还是哪个杂志上 还是外餐 是哪个杂志就是说 共争团是不会消亡的 因为习近平还用得着 中共还用得着 但是团派不会有了 现在看的话呢 就是最近这几个月 从今天八月份以来吧 共争团虽然这个名号还在 但是也会脱胎换骨 早已不是以前意义上的一个共争团了 这个 刚才那个何平先生 这个谈到 最近的这个共争团 在大学 在中学里面 叫精英化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话呢 一直是有争论的 因为就在今年的话呢 这个中央学士组 对共争团中央提出的批评 就是说是 贵族化 有贵族化 机关化 行政化 娱乐化 这么几个批评的话呢 就是强调的就是说呢 而且规解起来就是强调的是 共争团呢 它是联系群众不够 脱离群众了 我们知道共争团以前的话呢 是有先进性和群众性 这两者往往共提 就一方面 它强调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另一方面呢 它强调的就是 它是一定要扎着在青年之中 联系青年 现在这两个 这个 这个从今年8月份以来的话呢 从中央学士组 在共争团的这个批评 当时呢 共争团中央呢 也是赶快行动啊 这个 因为中央有这个批评嘛 赶快行动 所以就是强调的是 加强它的群众性 但是今天这个 这个教育部联合 和盘中央发的这个通知呢 强调的就是 有什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明我是感觉到 这个中央的话呢 这个 抓青年工作的这个思路 现在好像还在调整之中 不知道你们 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啊 就是强调的侧面 但是从这个 从这个文件的用词上讲的话呢 它还是要把它衔接起来 但是强调到侧面的 让我感觉到是有些不太一样 嗯 对 但是在我的看起来 只要共争团 不成为接班人 这么一个地位 如果不再存在 那它存不存在 也无所谓 对吧 你比如说工会也存在啊 但是它就是一个福利的机构 对吧 然后福利也存在啊 它就是一个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名号 安排一些女的 对吧 去当一个什么领导 享受一个什么待遇 那强调团 为了作为一个戒票来讲 就跟那些民主党派一样 你说现在你知道 九三学社 知道民革 知道民盟 知道这些东西吗 农工民主党吗 不重要啊 但它作为一个戒票 可以安排一些人呢 享受这个待遇 但是我觉得它们基本上 就为了什么政协啊 人大啊 或者是某一些机构里面 给一些复职 那原来的各个各级别的 这个团的机构 就完全不同 它就成为了各个地方 的一个接班人的培养 也成为了 就是中央就更不容易说 对吧 那么我觉得 作为权力的接班的序列 我觉得这样一种东西 肯定会拉掉了 只要这个东西拉掉 其他东西就没什么意义 对 这个其实共情团呢 从这个中共在建政以后 几十年 它主要真正共情团 在政坛上成为一个重要力量 是从这个胡耀邦 在八十年代初期 在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主席 和总书记那时候开始的 但是以前的话 共情团也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没有太多作用 但是呢 我觉得它和这个九三学社 和这个民盟呢 这些机构呢 还是不太一样 不能共民主党这些都不太一样 因为共情团这个人数 实在是太庞大的 现在中国十二三亿人 这个共情团的工作对象 就是青年的话呢 至少有个三四亿 那么这个 这个中共一大批人的话呢 它需要有一个共情团的一个机构来抓 不然共产党它直接抓 它没有这个办法来抓的 但是呢 你刚才说的那条是对的 就是说 它作为一个 这个党政机构的人才库 一个人才精英的蓄水池 这个功能没有了 对 这个东西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是 中共所谓的人才 人才的问题 所以提起来 第三天代 那么 三天代呢 有一些人是放到地方去 去 去锻炼 对吧 但是相当多的人呢 又想找一个机会锻炼 捞一个旗边 然后呢 搞一个资历 那团这样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毁窝 对吧 所以当时候的这个共情团 一时是人才积极啊 所谓的人才积极啊 对吧 李渊潮 现在国家副主席 刘英东 何光伟 还有什么 当时候很多 你锁一锁 跟你同过室的这些人 那很多啊 对 上一届就 后来加上呢 就是有人就慢慢把它变成了一个贵则化 为什么会贵则化呢 就是因为你接班嘛 对吧 因为你接班自然就贵足了 对吧 那每个省的省也一样 开始的他们也是好玩 把自己的省委书 就把自己的儿媳妇啊 搞到更全团去 对吧 后来发现这还不是光 儿媳妇光是一个安排工作的地方 后来发现真是一个可以当官的地方 后来就安排自己的女儿 安排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安排自己的小亲戚 去到团机关去 那我到这个团机关去啊 我的感觉就特别的明显 就是第一个是他们穿的衣服 他们自我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像一个文工团一样的 我就特别的业务这批人 你知道吧 就是装成一个 而且呢 你有偏见 但是就是一看来一讲话呀 那种那种自贪呀 就是要定量作偶 那后来我就长期以来 我可以是批评你们更新团 批评得非常厉害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读书的时候 对吧 最愿意跟老师是报告 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情的人 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团支部书记 你知道吗 搞面告密的 搞面的 搞明汤的 然后尤其是装 装装 很装的 你比如说中央定下来 有个主部我们都认识 对吧 他就是在学校里当团干部 后来这个家伙也很装 到中央定下来装得挺像 像一个名记者 我们就觉得很搞笑 那这种现象 其实在全国各地 就是最令人厌恶的一批党棍 准党棍 就是你们更新团了 这个 你刚才说法 虽然有一定的偏见 但是不得不承认 确实能够代表 相当一部分人 对共青团干部的看法 这个共青团 为什么现在 这个习近平要整共青团 当然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政治目的 他是要削弱团派的力量 要对共青团的家里釜底抽薪 有这个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 共青团 他确实也很难承担 甚至可以说不能承担 这个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这个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这个 这个 我记得有 说些往事来 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现在的这一批 这个 在党中央的这批领导 当时呢 很多人还在团中央 当时就有一场争论 就是共青团 要不要搞实业 按说的话 共青团搞实业 当时有的基层的已经开始搞 搞了之后的话 这个是做一个试点嘛 所以新华社就发了内餐 发了内餐 然后就报到中央之后 中央有些领导看了之后呢 就批评 就是共青团呢 就不要搞什么这个实业 共青团搞实业 会走向邪路 就是认为共青团呢 就是应该完全成为一个 这个进行政治宣传 对新年进行政治教育 这么一个机构 当时我记得这个 这个 已经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办主任的这个王兆国 那时候他还兼 这个 团中央的第一书记的职务 还没有免 他没有由胡锦涛来取代 接替 当时这个 这个王兆国呢 因为听到中央有的领导 有这个意见之后呢 提到团中央 就召集这个干部会议 就批评这个倾向 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的 共青团办实业的热情呢 就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当然这个 从中央来讲的话 可能有他的考虑 但是从共青团的干部来讲的话呢 他在经济生活中呢 他就 他就缺少历练 那么到后来 邓小平南巡之后 共青团 这个 这个 各个省 各个省 各个地方 他都要 这个 搞经济成为 把经济搞上去成为 第一位的任务的时候 共青团的干部 就显出了自己的严重的弱点 他先天不足 他没有办法 来适应这个 这个 全党这个经济工作 大抓特抓 把要致富 这么一个心态 这也是我想 也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 嗯 党中央的话呢 这个理由的话呢 也是用这个理由 去把对共青团的干部呢 绝对不称职啊 很多很多省市委的话 这个 这个团干不起来之后 他他在这么一种 这个 这个 一种机构起来的 那当然就不如那些 搞 搞经济 搞金融 搞科技 这些出来的干部 那也未必啊 这个 胡春华就干得很不错 在广东的 经济经济清说就很不错啊 但是 那这毕竟是个别的 胡春华的情况 他确实他还是有他的个人的这个努力 不是说所有的团队 他就团队部的整体来讲 他这方面确实先天不足 你说在胡春华有可能接班吗 这个 这个我说不好 我在 我在团队部长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知道胡春华是何学人 他好像是1983年从北大毕业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 基本上跟他就没有什么 对这个人完全没有接触 当时接触的一些 这个 一些人的话呢 现在的恐怕年纪都跟我 我现在一样了 都已经是 这个刚才说的 西洋西下 就是 你能不能回归一下 你觉得共青团在你那个时期 你印象比较深的 那个镜头能不能要低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看到你讲话 现在 你这样才可以保持这种 光辉形象 要把你的尽量挺直了 我们平常生活习惯啊 什么做啊 怎么疏忽怎么来 现在不行了 你在这个电视镜头里面 你稍微往上一样 你就发现那个镜头的形象就完全改变了 所以你喜欢拍照啊 这个拍照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一张照片 好像是最能够说服人的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最具有欺品性的就是照片了 稍微角度不同 那个形象就完全变了 你自相矛盾呢 你刚才说最真实的 又是最欺品的 我是说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 一般认为照片 但事实上照片有很大的诱惑性 因为它欺品性 因为它整个的 如果你的角度不同 它可能跟原来的物相本身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还是做正义的 我们再回到你们贵团的事情来 就是你在当时候经历的时候 你还对这个令计划有什么记忆吗 令计划 我上次在接受这个法网采访的时候 我曾经谈到过 就是当时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 所以后来媒体揭露出来 从中央传出来的消息 从明镜披露的他的很多情况 在我看来的方面也很吃惊 因为以前我知道的令计划 我认识的令计划 那应该说是个很不错的青年 你刚才谈到这个照片 有人照片确实是从我这传出来的 就是令计划和胡锦涛一起 很多人不光是他们俩 但是那个照片上其他的很多人 我们当时把他摘掉了 剪掉了 把旁边人剪掉了 就留下了这个 就留下了中间的五六个人 因为一个是有胡锦涛 一个是有令计划 对对对 这个照片确实是我拿出来的 后来这个照片上的有些人 还跟我提意见 就是李彦总终没经过我们同意 把我们的形象放上去了 后来我还特别叮嘱这个 这个明镜的有关的这个编辑 我说把脸上打上马赛克 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都做到了 这些传统就说 这个恶果已经造成了 他们现在也有来检讨了 你在团长阳 你对了几任书记 你有什么评价? 什么王兆国? 盛德福啊 什么胡锦涛啊 什么胡锦涛啊 这几任书记 你觉得他们各自怎么样啊? 有的交道打得多一点 有的交道打得少一点 我刚到团长的时候呢 是韩英当书记 但是没有多久呢 他就这个 在1982年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他怎么回事 这个人后来就等于是 萧生年纪一样的 好像没有什么名堂了 对对对对 因为后来这个当时的 当时认为他是跟这个华国锋 是他们这个中央提拔上来的嘛 所以就 但是这个人的当时的环冠部 但是我进团长阳的团干部 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当时的整个大环境 是要强调改革开放 全党的工作转移 而且对共产团 当时这个团中央不利 这个是中央党中央有意见 有一个人你还记得不记得 有一个也是个女的叫吴文英 是不是也是团这样的 不是 我知道他后来被查了 但是他是清廉还是什么系统 不是的 也不是的 他不是 我想问你这个 我想听他讲 他那个几个书记 他到底还有什么印象 我想听他讲完 那你印象还有什么书记呢 书记中间的印象 我印象比较好的 像胡锦涛 另外像李渊潮 当时我的印象也不错 对 李渊潮是在管宣工作 因为我接触的 主要就是这些管宣传部 我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 所以接触的主要是管宣传的书记 另外当时一度 因为搞大的活动 搞大的活动 有些活动 跟其他的书记 他也封管 他也分抓 比如说像这个 当时搞中日新年联欢 新年联欢 新年联欢的时候 他当时管这个外事 团中央外事口是 这个刘云东在管 那么当然 就跟他的交道 打的也稍微多一点 刘云东 印象怎么样啊 刘云东的印象不太深 这个感觉到就是 这个人很努力 但是呢 这个 当时啊 后来他有什么水平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当时感觉到 他比其他的书记的 工作能力方面 要差一些 嗯 那你当时在团中 应该认识王兆国吧 认识啊 王兆国 后来为什么这么一个 郑小平 序列列的接班人 到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 他当时跟他太紧了 他跟谁太紧了 因为 总结说 就是认为 他是胡耀方他们提起来的 哦 是吧 这个 我我我我后来王兆国呢 当时在团中央的话呢 我我我我是觉得 他有时候这个强调 嗯 他因为他 他是从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湖北的二汽提起来的 嗯 原来是在基层 尽管二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企业 但是毕竟是在一个 一个行业的一个企业里面工作 那么他对全局 对共青团的工作 以前也没有怎么 这个特别的接触 嗯 到团中央之后呢 这个他比较多的 当时他强调这个 这个对团中央机关的话呢 要用企业管理的一些方式 嗯 这个呢也不能说他错 但是感觉到就是 他对中央的情况 是有点 有点共国门 嗯 嗯 当然我们那时候也共国门 都是 他比我们还晚进团中央 对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宋代福 宋代福 宋代福也是莫名其妙 他好像对军队是一个什么 处长 对吧 但是他那个处长是师级 师级吗 但师级离团中央还是有一段距离吧 那是 那是 当时军队里面 像这个 当时军队已经 已经打完要提他 而且跟团中央 跟团中央打招呼 也跟胡耀邦 就是提了意见 就是说你们共团 他当时 他当时是团中央的最后一个书记 后部书记 就说如果要是宋代福你们团中央不提的话呢 我们就要回来我们提了 所以后来这个这个也是因为胡领涛的 胡领涛的推荐 胡领涛在离开团中央到贵州当时 委书记的时候推荐 所以把他从最后一个书记提拔为 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候补书记了 已经是正式书记了 但是是在最后一位 把他提到这个提到为团中央的一把手 我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共青团作为一个政治势力来讲 整体上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共青团的官员 毕竟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有一些是共青团工作过 对吧 你工作过 很多人就会把你 归到这个共青团派系 其实未必一定是共青团派系 对吧 你比如像团队那样 李渊潮 刘延东 何光伟 他们这些人 你很难说他们就是共青团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是太子党 对 这是太子党利益来共青团这个招牌 我第一次说 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势力 在中国的政团应该就已经消失了 已经走入了历史 你同意吗 对 说完全消失了 不不不 我是讲作为一个政治势力 政治派系消失 我不是说作为共青团消失 嗯 是 作为一个派系 就是说尽管没有完全 但是也就是无足轻重 基本上就是这些人的他之间的纽带 他的在共青团工作经历这个纽带呢 已经越来越淡化 因为他后来很多人干了很多别的工作 共青团也就是待了那么三两年 甚至待的时间更短 因为共青团 他在共青团中间所建立的原脉关系也越来越淡化 嗯 OK 你有什么问题 刚才我问完了 我的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啊 时间有限 嗯 为什么这个在公青妇这些群动团体里头呢 嗯 这个习大大对公青团整的比较厉害 嗯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公青团出野心家 一毛家 他团能活活比较多的缘故呢 还有什么有别的原因 这个我觉得这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有一个原因就是习大大不满意呢 就是共青团他确实提的提的太快提的太高 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共青团出来的干部的话呢 他搞团团活活 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共青团的干部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跟这个胡耀邦和胡锦涛他们后来都当了党中央的一把手 所以他们他们肯定就跟习近平也一样呢 就是要从自己比较熟悉的人那儿提拔嘛 那么胡锦涛所提拔的人 尤其是让李源潮担任的这个中组部长 那么肯定向共青团干部的倾斜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想象的 也合不长情长礼 但是这个在习近平看来的话呢 就是值得警惕 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呢 对工会和这个这个复联 因为这两个机构 他们的干部都是定型了的 不像共青团的那样的 他有好像有前途无量的 不知道将来他还会上到什么程度 这个再会提拔到什么岗位上 对习近平来讲的话呢 他确实就感觉有一定的威胁 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你们能同意 你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不是这个 看到了表面的几个人 而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要立威 他立威吧 总是要制造一些敌人 有一些敌人是真的 有一些敌人是假的 比如他们搞一个政变 也许他们就不是政变 而是几个人开一个会 聚一个什么东西 聚一聚餐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在习近平看起来 就是要真的好假的好 反正在你们搞一毛诡计的东西 我要打下去 起到一种就是 杀鸡给猴看也好 杀猴子给鸡看也好 反正要制造威胁 因为习近平没有其他的权威啊 他只有整人在建立权威啊 不整人他建立起不权威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共青团 他肯定有一些人是不服气的 肯定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是共青团这个派系被冤枉的话 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我一直从生理和心理来讲 我就比较业务 年轻人十几岁 二十岁 就是装模作样 上一次暴露你的偏见 对 我这个毕竟我反复跟你讲了嘛 我确实就在太子党和共青团中间 我宁愿批这个太子党少一点 批这个共青团多一点 就是我看不过 因为我觉得共青团比太子党都多了 对吧 共青团 因为共青团 一个是暴露国 第二个是十几岁二十岁 对吧 咱们哥们一起玩 一起 那个书记他专门就跟你告状 书记专门说 组织上认为你这不太好 你说这个就厌不厌乎 对不对 因为他的党 比这个共青团来讲 他的党是一个少数 就是人数很少 我们能够接受的也很有限 而共青团我们到处都是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 我还能再讲 你讲啊 讲啊讲啊 这个 刚才你们提到这个问题 习近平为什么不满意共青团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 以前比如说 就是 就是跟共青团 他是不是在党内 是一个主流派系的地位有关系 你想以前这个 如果我们重设想吧 如果 胡锦涛在在位的时候 那么 另一句话 跟李源潮商量点事 是吧 中办主任 跟中组部的部长 商量工作 怎么贯彻 党中央总书记的 这个某些意图 这个非常正常啊 谁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 在习近平时代 因为中央主子换了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共青团 已经不是主流派系的地方 你要做正一点 令计划 跟李源潮两人商量事 这就是问题了 高老师 你做正一点 他慢慢的就下去了 你做正一点 要不是我们有时候 只看到你的鼻子在讲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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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这个谈到了 因为 有你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 问 问我的问题啊 让我就回忆起了 当时共青团 我在共青团工作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 值得怀念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 共青团机关 它和后来 和现在很不一样 那时候的共青团 它在所有的机关里面 相对的 它还保持了一定的淳朴 那个时候 团队官的书记 跟大家就是在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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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啊 但是你现在 其他哪个机关 我想都 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都是关系十足 什么 某处长 某部长 某主任 都是会出关系的 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 胡锦涛也好 王兆国也好 他们往往开队 来的 来的比较晚 来的之后到食堂打饭 可能 有可能跟他们聊点菜 有可能就只能吃剩菜 然后端了晚 就到旁边的哪个桌子上 有空没就去坐 就跟他聊天 一边诗一边聊 这个风气 我觉得 这个是 至少是让我还比较怀念 至于说这个风气 哈哈哈哈 在我看你的 在我看你的毫无价值 毫无意义 那叫庄啊 庄啊 对我来讲 这种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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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抓住门南东的电视 他就坐在那儿嘛 他没有给他一个特殊的位置 他就坐在那儿 他就坐在那儿 就是一个政治形态 这么一帮家伙 这个 有很多批评是对的 但是呢 还是有偏见 不不不 批评这个东西本来是偏见 我们从来不认为 应该进行一个 开关的完整的分析 我是从根子里面 把你们拔掉 而不是说 认为你们表现某个嘴峰 不错 这个我就认同 根本不认同 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个 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 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 这个呢 跟那个胡老邦的 这个 和他那帮老人的 他们众认比较民主 可能有点关系 当然 哪里有什么 世界上哪里有什么 租风 民主这一说 你都不是选举产生的 有什么民主租风啊 就是 乱用词嘛 你完全把这个很多问题 混为一谈 怎么叫混为一谈呢 哪里有 世界上哪里有一个 民主租风一说 我问你 哪里叫混为一谈 哪里有民主租风啊 对不对 你租风就租风 这种民主租风 更加党的官员 更加党的官员 他一般来讲 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来欺骗民众 什么 打开人民群政 打成一片 这么说 就把所有的官员全都一光主义 那对啊 那就是 对更加党的官员 他都有左中右 什么叫任何社会 你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 没有合法性为基础 你就不能把 这种造成的 不是个人造成的 他某些程度上 他能够突破这种局限 怎么能够突破局限 突破这个局限 就把这个团给打掉 这种 我觉得用词啊 这个东西 怎么要精确一点 他还没有 你把这个送完 你所理解的民主就是一个制度 但是呢 很多人都强调了这一点 民主光是一个制度 它是一种作风 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心理状态 只要把民主 只是看着一个政治制度的话 我觉得它是把民主这个词 实际上是降低着它的地位 民主 实际上每个人的话 它在任何的体制下 它都可能表现出某些 对民主的向往 对民主做出的实践 但是这个东西 当然它在它那个框架之下 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这个我完全同意 OK 老高 第一 你把它做正一点 做完正了以后 我再琵琶你 OK 我认为啊 就是说 中国人 我们比较赢赢了 你还要做正一点 我只看到你的鼻子 是吗 对 我是看我的 现在网速有问题 对 你不要批判我的时候 你就姿态得不对了 哈哈哈 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 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 民主首先是一种选择 如果没有这个选择 不存在民主作风一说 也不存在一个民主的文化一说 也不存在一个民主的方式这一说 这些词啊 在一个没有民主化的国家里面 那一民主 中国是最普遍的 比如说家庭有什么 不要有家长作风 要有民主作风 对吧 民主身后会 那你这样的话 那这样没泛滥成择的话 那中国早就是民主社会了 民主它是有最基本的定义 最基本的定义 由于对我们来讲 国家的公权力的产生 必须是经过一个成续的 公开的 公平的成续 先去产生 除此之外 你不能说你这个人很友善 对吧 你这个人比较朴实 原来就把它挂成一个民主作风 我这个用的不对 这个问题你跟高先生 在谈 现在是要把团中央的事情讲完 对 我只是讨厌团中央的民主作风 哈哈哈哈 我跟老哥已经吵了无数次了 为了这个事情 对 对 嗯 那你继续讲开玩笑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习大大对团中央 这个整顿 释放出来的信息 是有点不太清晰 为什么说是这样说呢 我想请问 第一个就是说 团中央的这个招生 这个中央团校的招生 已经停掉了 是吧 对 另外这个 另外这个 再次这个 中学生的这个团体制的改革呢 他实际上有 他还是保留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也不能说是精英化嘛 他就是说 保存点这个团员的质量 刚才他也说了 基本上是全民团员 全班团员都是团员 实际上看 我看统计数就是 最高的是90% 一般的也有80% 就是一个班了 一个一个一个初中班上 高中更高90% 初中到了80% 那么现在来看呢 他确定在三四十左右 是不是啊 这个这样一个比例 另外 另外就是说 他现在要这个团干部下基层 下基层下到哪 下到这个班上去 一个月 规定你必须有15天 蹲班 这个很硬性的规定啊 嗯 从现在来看 我就想到就是 他实际上是想改造这个工青团体系 他 他没有连根拔掉他的意思 他是想这个 那么 如果从这个样来看呢 因为 工青团 这个制度 仍然存在 他实际上 刚才你们都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团派 共青团还在 共青团 可能不在啊 那么我我认为呢 如果 共青团的这个体制 还在的话呢 那么我认为 团派还可能存在 只是说 如果 如果换了一个人 也许他们呢 充分 充分 充分又生 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这个 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共青团呢 他 他这个向上 向上 输送人才 这个使命 就没有了 当然不能说将来 将来也许某些人 他们的团党部干的 特别出来拔萃 被他们看中了 提上去 那还是有可能的 作为个别现象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作为共青团 长期以来 他向这个各级党委 做一个制度化的 输送人才 这么一个政治使命 可能就没有了 但今后的话呢 为什么 为什么习大大 还需要共青团呢 因为共青团 刚才说的 青年要两三亿了 这个共青团 这个中共 他这么多的 这个青年人 他总是需要各种渠道 各种桥梁 去把他们抓住 那么共青团 只是在这个意义上 是有的 将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团党 可能结成友谊 将来 某些人提罢之后呢 也把他熟悉的人提上来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 这个不是一个制度化的问题了 我觉得啊 我的看法 您能不能做正一点 我又只看了你鼻子带 你一激动 形象就有问题了 就违背了民主的基本中锋 这个上面也是要笑语 这个好 这个好 你就别动了 你一定要勤迟 我觉得这是共产党 和习近平的传统思维 他没有新的思维来解决更青团的问题 更青团无论是极种途径 第一 全民更青团 那我们就达到了统合青年团的作用 那唱歌跳舞植树 只要是青年 那么有这么一个团体来管理他们 那么这是一种最正常的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共产党原来做的 把它作为一个接班人的序列 来加以考虑 那习近平现在这种做法是什么呢 传统的思维 什么叫传统思维 就是搞分化 怎么搞分化呢 在你们这帮家伙里面 提派几个人呢 是可以是团约 有几个是罗号青年 不是团约 然后那帮人呢 就觉得 我很特殊 很不一样 所以就向党来靠冷一点 我觉得这种思维啊 既然挽救不了共青团 也挽救不了共产党 这是左腕门邪道 左不通的 又一个腕门邪道 没有什么用 年轻的一代人里面有没有周小平呢 也是有的 胡斗蛋也有 但是整体的青年 离心离德 已经非常明显 但是你说 哦 正好这批人 有一个电影票 只有五十张 但是我们这里千一百张 这个五十张给共青团的 这种小门小会 玩一玩 那才能去玩这个游戏的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共青团 作为一个结盘序列 作为一个中共的骨感序列 这已经一出不复返了 所以我们讨论它的价值呢 也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因为你德国望重 怎么还是可以做娱乐化谈一谈 陈小平博士 承认这个估计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你真是承认我有道理了 说明你这个人很有民主作风啊 哈哈哈哈 OK 好了 今天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个网友的收看收听 我们明记编辑部的节目 谢谢我们的高老总